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刚才所谈的第八章 我们提到当困难来到 患难来到 以先知以色亚教导我们怎么面对 在生命中的这些的艰难 他是说我们要怕那应该怕的 所以在第十二节说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 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 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十三节一起读 但要尊万君之耶和华为圣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 所当畏惧的 我们刚才说过了 只有我们怕神 那我们就可以什么都不怕 因为我们看见神掌管 神做王 我们信靠他的人就无所惧怕 而下面他说 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十四节 他必作为圣所 却像以色列两家做半角的石头 叠人的磐石 像耶路撒冷居民做圈套和网罗 在这里的意思是 当你怕神 那就是他做你的圣所 他成为你的依靠 他成为你的帮助 他成为你的朋友 当你怕神 你敬畏神 那神就成为你的朋友 就好像我们能够唱 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信靠他 我们投靠他 我们仰望他 我们惧怕他 我们敬畏他 但是如果你不怕神 你选择抵挡神 你选择抗拒神的一切的 这一个主权的话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这个神却成为你什么 半角的石头 别人的磐石 圈套和网罗 然后十五节说 许多人必在旗上半角跌倒 而且跌碎 并且陷入网罗被缠除 意思就是 你不以神做你的朋友 当然就是以神做你的仇敌 我们都知道跟神为敌 是最不划算的 那神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跟神为仇敌 那是极其可怕的 如果不是神的怜悯 我们都是灭亡的 所以在这一届的圣经 彼得前书就引用了 就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也是如此 我们接受他 他成为我们的救主 我们拒绝他 有一天他要成为我们的审判的主 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 他成为我们的朋友 我们拒绝他的时候 他我们就在神的刑罚的里面灭亡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因此我们要像以赛亚所 给我们的建议这样 教导我们要惧怕上帝 敬畏上帝 所以让我们培养 让我们知道他是当惧怕的 他是当尊重的 因为他是那真正做宝座的万王之王 所以这是第一 我们要来这样子的面对 然后十六节他说 你要卷取立法书 在我们 在我的门徒中间 封筑训 这句话的意思是 神对先知以赛亚说 既然这些的百姓 他们不愿意听你所讲的 他们拒绝你给他们的安慰 他们拒绝我的命令 那你就把这个立法给收起来 给把这个讯会给封起来 也就是当我们不听神的道的时候 那神就不再用他的道来教导我们 在先知萨摩的时代 我们知道那个时候 他们是四师的时代 在萨摩记上第三章第一节 有一句话说 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的言以虚少 不常有默示 为什么不常有默示呢 神不是很乐意跟我们说话吗 神不是很乐意启示我们吗 神不是愿意教导我们吗 是的 但是在那个时候人不愿意听神的话 人背弃神的话 人背叛神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神的话 神的言以就稀少 同样的 在这里上帝的管教领导 上帝的教导领导 他们拒绝 神就把那些话语怎样 叫先知以色亚跟他封起来 也就是不要再讲了 就是把他封起来 因为他们不愿意听 我们常常也看到这样的现象 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神的道 你就很少有机会听见神的道 如果你不愿意教会的讲台 传讲上帝的道 那教会的讲台就没有道可以传讲 因为今天许多的时候 当神的儿女自己拒绝听上帝道的时候 那很多的人就会用别的东西 来取代上帝的道 这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 整个宗教情况 还有包括教会的情况 也是如此 所以有许多的教会 他们已经没有道可以听了 为什么 因为人厌弃上帝的道 神的道就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减少了 神教会的讲台的道也就减少了 因为人不愿意听 而神也不愿意讲 但是我们如果渴慕上帝的道 我们愿意追求神的道 我们教会讲上帝的道 圣灵的工作 神就把那个道远远不绝地供应我们 让我们可以讲 而人听 神就更乐意地来向我们显明 个人生活也是如此 圣灵在你里面提醒你 用神的话教导你 但是你拒绝 你消灭圣灵的感动 渐渐的圣灵 微小的圣灵 你就听不见了 神的话也不回到你的心里面来 所以有时候你就 好像进入一个黑暗的里面 因为这就是这里所说的 把那个立法卷起来 把那个书卷 把那个圣灵给封住了 然后他说 我要等候那湮灭不顾亚各家的耶和华 我要仰望他 看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 就是从住在西安山万群之耶和华来的 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 既然已经不要再讲神的话了 那接着下来怎样呢 看 以前是以色列说 我现在要看神的作为 那接着下来我就要等候 他特别提到那湮灭不顾亚各家的耶和华 其实讲的就是神的管教要来到 那我们就看神的话怎么应验 既然话已经讲完了 接着下来看这个话怎么应验 但是我作为以色列 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他 那么他特别提到他的儿女 他说你看他的儿女指的是他两个孩子 斯亚亚苏 还有马黑尔撒拉勒 哈斯巴斯 那下个礼拜来 我问你他叫什么名 你要跟我讲 不然你就没有上课 没有记忆 这个名字就是提醒 苏这个鲁掠就快要到了 还有渔民要归回了 他的意思是 我的两个孩子成为这个神 所使用的这个遗照跟奇迹 所以我看着神的这个遗照跟奇迹的出现 那这一句话呢 以后希伯来书的作者用的时候 是广义地提到 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 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而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 也成为神的遗照和奇迹 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带着上帝的信息 我们基督徒就是言 就是光 就是在这个世代传达上帝的信息 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有神的信息在其中 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教导活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就有神的信息在我们当中 这也就是我们要活出那个见证来 让人看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在当时候以赛亚的意思是指 他的两个孩子就要把犹大国的遭遇 给预员出来了 所以他就在那里等候神的作为 那么基督下他继续地嵌告说 有人对你们说 当求问那些交诡的和心无数的 就是生意绵漫 言以诡系的 你们便回答说 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 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 人当以训回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若不以此相符 必不得见晨光 在这里先知以赛亚这样子的教导 就是不要教鬼 不要参与物数 不要有迷信 不要有风水 不要有应尘 但是当时候的百姓认为 这本来就是很应当的 很正常的 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 那个岂可在原文圣经是没有的 也就是为活人求问死人 意思是 我们这个很正常 在当时候 整个犹大国人都这样子做 为活人来求问死人 先知以赛亚说 这是错的 不要参与这些的事情 不要把活人的事情 向死人来求 不要参与这些印尘 这些心向各样的迷信 在这里是绝对的禁止 基督徒不要有任何迷信的行为 特别在这个世代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鼓吹迷信的社会 你可以到处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迷信 可以说是无孔不露的 今天很多的人 这些的人还把自己称为大师 你注意 他们常常在报纸登很大的广告 然后叫做大师 我说过 他们用英文叫做master 大师 但是他们称自己做大师 称自己做master 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专家 他们用各样的这种媒介的力量 来讲到他们何等的重要 世界上很多的人 包括了有时候在政府的机构 也请他们来 据说有些学校的校长 请这些人来看他们的学校的风水 然后改学校的风水 或者毕业小艺成绩会好一点 你看见 进到这个政府的部门的里面 很多的政府的机构 也请这些人来改他们的办公室 这就是一个迷信的社会 对世界上来讲 这是很正常的 对世界上来讲 这是应当的 但是弟兄姐妹圣经说 这不是我们应该有的 我们是活人 怎么去求死人 我们怎么去教鬼呢 我们有真神 我们怎么可以通过这些灵界灵媒 来做这些不对的事情 这让我们胜过 就算一丁点的我们都要胜过 很多时候我相信你没有那么迷信 但是你或许有少许迷信 有些人习惯看映尘 看星座 然后才出门 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这是坏的习惯 这是一种捆绑 这是一种迷信 这是迷信的色彩 你也不要相信 在家里照做 你看别人这样子做 因为有水 有风 那么你就 一直摆来摆去 改来改去 那么你说我没有迷信 不过我摆来摆去 改来改去 一样是迷信 有一个教会 他们在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结果很多的人来参观他们的礼拜堂 他们礼拜堂很大 而且很有历史性 那么他们礼拜堂的后面 有一个池潭 这个池潭里面有水 也有鱼 后来很多导游带人来看的时候 就告诉他们 特别带他们看这个池潭跟水的时候 这个导游就带他们说 这是礼拜堂的风水 后来那个牧师听见了气得半死 就把这些导游全部赶出去 以后他们自己安排人 带领人 如果要来看那个礼拜堂的 要通过他们礼拜堂的 来带他们 给他们正确的教导 他说那个根本就是养鱼 吃蚊子而已 什么风水 但是人就是这样 我们整个世界就是 投向这一个迷信 灵媒 这个魔鬼的手掌当中 所以先知以赛亚说 不 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他就提出了一个标准 二十节一起读 人当以训悔和法度为标准 他们所说的 若不以此相符 必不得见成光 先知以赛亚 把上帝的话带进来 这个训悔就是上帝的话 神的话是什么 神的话就是标准 弟兄姐妹 我们的标准 不是世界的价值 不是报纸 不是人的智慧 而是神的话 所以今天你用什么来衡量 对不对 错 是非 黑白 都是用上帝的话 因为神的话 就是标准 神的话不改变 只有不改变才能够做标准 如果整天改变的 就不能成为标准 只有神是绝对不变的 所以祂的话也不改变的 所以祂是我们的标准 教会讲台的信息 就是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 成为我们的标准 神的话一解开 所产生的那一个原则 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 所以不要去投靠这些迷信的东西 让我们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找到标准 而且这里说 他们所说的 若不以此相伏 必不得见成光 也就是如果我们拖离开神的话语的话 我们就进入黑暗 任何的事情都是如此 你把神的话语一移开 就进入黑暗 你看宗教的历史里面告诉我们 当宗世纪离开神的话 教会立刻进入黑暗 今天也是如此 你只要把神的话 一移开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整个人就进入黑暗 哪一个层面都是如此 当教会把神的话放在一边 教会就进入黑暗 当时个人把神的话放在一边 你个人就进入黑暗里面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 你也不知道你做的是对是错 是应该吗还是不应该 你怎么知道对错 怎么知道应该不应该 神的光进来 这个光进来就是神的话一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对跟错了 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问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为什么那么做 这不是喜好的问题 这是神的话是标准 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就找到亮光 我们做因为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做因为圣经拒绝我们 我们知道那是不对的 我们不应该做 不只是在生活上 不只是道德的标准 在很多生活方面都是如此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研究主的话语 我们在星期三的课就是这个目的 把上帝的话 原则性的提升提起来 让我们能够明白知道神的话 神的原则 然后这就是光 就是标准 照这个标准来生活 我们就生活在智慧的当中 所以让主的话 在你的家里面 在你教会里面 在你的生活里面 不断地应行 因为那是绝对正切的 特别在这个世代 我们更应该如此 高举 让神的话在每一个层面 显面出来 你看到他继续地讲下去 人拒绝神的话 那个结果是什么 当犹大国拒绝神的话的时候 21节 他们必经过这个地 受艰难 受饥饿 饥饿的时候 心中焦躁 咒骂自己的君王 和自己的神 仰光上天 俯察下地 不料 尽是艰难 黑暗和幽暗的痛苦 他们必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 这是指到一个国家 进入黑暗的情况 犹大国 北国以色列 离开神的话 整个国家 实实在在 进入黑暗里面 他们拜偶像 他们教鬼 他们迷信 他们各样的错误 都是使到国家遭受怎样 遭受到破坏 不只是外面的黑暗 更是心灵中的黑暗 一个人离开神的话 这段话也可以描述 心灵的黑暗 在这个心灵里面 荒凉 这个心灵成为饥渴 这个心灵里面无主 你看 他咒骂自己的君王 和自己的神 他活在一片混乱的当中 不料竟是艰难 黑暗 幽暗的痛苦 又是黑暗 就是没有上帝的话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神的话 神的话在 在我们这个地方 还在传讲 神的话还在这个地方 被教导 所以你一接触圣经 你就心灵就有光照 以前你以为对的东西 当你回到圣经的话 你知道那是错的 你放弃 就走向光明 一些路你过去 不懂得走的 你生活不知道怎么办的 你回到神的话 神成为你的帮助 你向前走 你就发现 我们整个生命生活的光明 这就是 为什么教会不断的 神学院不断的 强调的就是 一定要教导圣经 明白上帝的话 魔鬼要做的工作很简单 就是把神的话 从我们生活中拿走 他就可以把各样的迷信黑暗 放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不要上这个当 让我们好好的 在主的话语上面 杂根 这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目的 教会讲台讲道的目的 讲神的话语的目的 神的仆人要忠于神的话的目的 所以什么时候 神的仆人离开神的话 也一样的进入黑暗 必不得见这个晨光 我们离开神的话 我们就一样黑暗 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面 来站立的 所以圣经说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让我们谈一谈 既然神的话这么重要 我给大家一些的建议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有几样的事情 当你打开圣经来读的时候 你说我做一个基督徒 我要学习读圣经的时候 有一些的可以提醒的 我们怎么样去读圣经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 养成有系统的 把上帝的话 从头到尾读一遍 有系统的 你一定要把上帝的话 从头到尾的读 有个整体性的认识 你不要做新业专家 专选新业来读 你不要做马可福音专家 读来读去几十年 就读一本马可福音 还有圣经还有很多 有66卷 你有系统性慢慢地 从创世纪一直慢慢地读 把它整本的圣经读一遍 最少读一遍 几年读一遍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至少要读遍它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读遍了这时候 才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那你上课 我们也就是把整本圣经讲一遍 目的就是有一个认识 然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用祷告的心读圣经 因为圣灵就借着神的话提醒我们 圣灵就让我们看出那一个原则 当你在祷告 你在思想 这段圣经主要教导我们什么 神的原则是什么 上帝教导我们什么 圣灵就会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所以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 圣经不是人的智慧可以读出来的 圣经不是人聪明就会读明白的 圣经是灵 灵既然是灵 是圣灵自己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明白圣经的话 所以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读圣经 还有我们每一次领受什么的时候 在你自己个人灵修的生活里面写下来 写在你圣经的背后 写在你圣经的旁边 或者有时候你听到做一些的记录 听到的记录有好处 因为可以提醒你 那么你听了之后 得那句话得做帮助 那句话神提醒你 你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你记录下来 就可以常常成为一个力量 那你读这个《生命纪十七章》的时候 就提到君王 他们要做一个工作 一定要把立法书抄一遍 为什么 就是要确保这个君王 他们抄了立法书之后有印象 然后不会违背立法 不会做超越立法的事情 所以就是帮助他们记忆 你读《先知哈巴古》 听见神的启示的时候 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我们做一做读经的笔记 读一段话 那段话有领受就写下来 所以你的圣经 买一本圣经可以写的 你自己写在旁边 礼拜堂的圣经你不要写 你写了也没有用 你带不回去 那么你就不要写 那么你写自己的圣经 你写的时候 就是你常常用那个圣经 神的话不断地提醒你 你会惊讶 当时候神的灵怎么引导你 跟帮助你 然后呢 你知道了 你写下来了 有记录了 你是 你要行出来 每一次选一个 一方面你的软弱的 你还没有办法做到的 求主给你力量 把它行出来 包括听道也是这样 这个礼拜你听了一篇道 这篇道可能讲很多话 它是其中一点打动你的心 其中一点圣灵向你 写明着 你很清楚 神的对你说话 要你这样行 你这个礼拜就把它信出来 当你去行的时候 神的话就活了 你行出来的时候 神的话就在你的心里 我常常这么说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 一个礼拜行一点 一年就行 五十二点就变成圣人 你的名片上面 前面可以 可以打 st.saint 你没有doctor 你没有其他的title 你可以放st.saint 但是我相信你不敢 那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总是觉得 我自己知道 几根精良我们自己知道 但是我相信 其实圣徒的意思就是 蒙神救赎 被神分别的 都是圣徒 保罗称我们做圣徒 保罗称哥林多教会做圣徒 哥林多教会 狐里狐土很多 保罗也叫他们做圣徒 因为我们的圣是 从分别为圣 因信称义得来的 但是做圣徒 我们实在是应该要行主的道 所以当我们行 就经历神 我们常常说要经历神 那就是要行 从各个层面去学习 主的话语 当然 接着下来 第五 你要教导 传下去 神的话要传下去 所以你在主日学里面 教导你的学生 你在查经班里面 教导你的查经班的主员 你在教会的 这个主日学的教导当中 成人的主日学就教导成人 你在家中就教导你家里的孩子 做主父母的教导你的孙子 所以这就是教会 整个的教育 我们要教导神的话 那神的话就这样的 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的教会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怎样 真的成为我们的标准 真的成为我们的光 而不是我们口头禅而已 所以盼望 我们有这些的提醒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读 我们祷告 我们记录 我们行出来 我们传下去 这就是使我们可以脱离黑暗 个人也好 家庭也好 教会也好 在第八章就结束在黑暗 当第八章结束在黑暗的时候 我们说过你研究先知书 先知的讲道 从来不会结束在黑暗的 先知的讲道 从来不会结束在绝望的 因为神不是绝望的神 神不是叫你叫我绝望的神 上帝不是叫我们听了一篇道 后回去很难过 后来跳楼自杀 不会的 如果你是这样 你一定进入异端里面 你一定进入一个错误的教导里面 所有的道 不管怎么遮备 不管怎么指责罪 到最后一定给我们盼 为什么 因为一切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就使我们有了盼望 我们可以来到十字架前 重新开始 生命 个人 家庭 不管怎么破碎 来到主的面前都可以重新开始 所以教会不管讲到怎么样子 遮备罪恶到最后 一定只能到十字架的面前 只能到耶稣基督流宝血的地方 这就是神的恩典 整本圣经都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告诉大家的 你读圣经你注意 就业一定不是在就业结束 整本圣经一定不是在就业结束 为什么 因为最后一本 就业的最后一本是马拉基 马拉基最后几句话是什么 我来了要咒诅这个地面 神的话不用咒诅 就要结束 所以一定还有下半本 果然四百年后 神就来了 耶稣基督来 就把圣灵来 把新月带来 但是来到启示录的结束的时候 一定是结束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最后几句话 却不是什么 不是咒诅 最后的话是什么 其实你看到二十一节 最后的 启示录的最后 二十节说 证明这事的说 是了 我必快来 阿们 主耶稣啊 我愿你来 愿主耶稣的恩惠 常与众圣徒同在 阿们 所以启示录结束在什么 祝福 结束在盼望主再来 所以他一定是结束了 因为他是一个 源头 一个祝福的 赐福的源头 一个是恩典蒙福的地方 所以这就是神的特性 你明白圣经 你就明白很多神怎么做事情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 就也没有结束 来到启示录 就结束了 那刚才我们读到第八章 二十一节 读到最后 他们进到黑暗中去了 有结束吗 没有 圣经 我们分赃的时候呢 有个时候你会发现 圣经不知道谁分赃的 这个把圣经分赃分断的 很了不起 我们要感谢神 他们的确做了很重要的工作 不然我们在很难找圣经 真的很难找 我们讲那句话 在哪里 以撒亚书第一万个字 你怎么去找那一万个字在哪里 但是分赃分解很容易找 但是有时候 这个分赃分解却怎样 搞乱了 把不应该结束的时候 给结束了 把应该结束的时候 没有结束就延下去 所以有时候你读圣经 读到很乱 无论乎人家换话题 其实老早就应该结束了 但是那个人没有跟他分赃 你一直读下去 那有时候没有结束 他就硬硬跟你分过去了 所以有些时候 你读到最后一节 一定读不到的 好像 好像这个 格林多前书 在第十二章结束的时候 如今我把最妙的道指示你 后来停了 没有再读下去 其实十三章应该练细下去的 那就是爱 但是因为他分赃分的不对 所以造成了混乱 这里也是这样 你看 来到二十一节结束的 二十二节 不应该结束的 应该继续下去 所以到了第九章开始 就继续下去了 但那受过痛苦的 必不再见有案 这就是盼望了 是的 当你经过痛苦 黑暗领到 你离开神的话 你受到管教 这是神怜悯 神每次抢救人 从黑暗中抢救人 当教会进到最黑暗的时候 神兴起马丁路德起来 神兴起宗教改革加起来 回到圣经 把人抢救出来 我们今天也是如此 在我们看到黑暗的时候 神会兴起人 把光照在我们前面 这里也是这样 所以 以赛亚继续地讲下去 还没有结束 他继续说 就讲到从前 神死西伯伦地和 拿夫塔利地被藐视 末后切死这沿海的路 越旦和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这就是光来了 盼望来了 在这里接着下去 以赛亚讲什么 米赛亚 一个米赛亚的应许出现 米赛亚要来 他来带来什么 他带来荣耀 所以他说 在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加利利地是在北方 当亚述来的时候 北方先受召害 北方先受什么 先受痛苦 北方先进入黑暗里面 但是当上米赛亚来的时候 是要给北方的人 先得着荣耀 这就是他的应许 这句话后来怎样 马太应用 用在什么 耶稣的身上 果然 耶稣来的时候 米赛亚来带来什么 带来荣耀 耶稣来的时候 带来荣耀 而且耶稣来最早在那里工作 在加利利 耶稣整个侍奉的中心重点 都是在加利利 耶稣很少在耶路撒冷 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 监忠到耶路撒冷 但是你看耶稣的侍奉 你研究福音书 他都在加利利一带 所以他在加利利行神迹 无品恶意的神迹在加利利行的 平静风和浪在加利利行的 那个死水变酒 在加利利的加拿行的 那你看到神耶稣在那个地方的工作 八福 是在加利利的这个山坡 这个沿海的山坡上讲的 这些都说明 加利利在当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蒙福 很多加利利人常常机会听见 耶稣所讲的道 这就是应验了 弥赛亚来的时候要带来荣耀 当然以赛亚指的将来 是更远的一个将来 弥赛亚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不过耶稣基督来 先成就了一部分的应验 那么再看一下 在黑暗中 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那这大光就是生命的盼望 这个大光就照进来 第三 你使这过敏繁多 加征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面前的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 向人芬如物 那样的快乐 那是提到喜乐 第四 因为他们所付的众儿 和尖头上的杖 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折断 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 暂时在乱杀之间 所穿戴的铠甲 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 都必作为可烧的 当作火柴 这几句话 讲到米赛亚来的时候 带来荣耀 大光 喜乐 还有平安 那我们刚才提到荣耀 耶稣基督 在加利利所做的工作 手行的神迹所讲的道 是那个地方的人 经历了神的荣耀 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黑暗中的百姓 看见了盼望跟大光 这些我们在属灵上都经历了 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我们都是没有盼望的人 如果耶稣没有来 我们实在不知道 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 我们只是在罪恶中生活 但是现在不再一样 我们看见这个大光 我们知道生命的价值跟意义 灵魂的宝贵 那我们也经历耶稣所带来的喜乐 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马太福音也提到 耶稣说新郎和你们同在的时候 你们不用进食 这表示欢乐 在这里提到的欢乐跟喜乐 我们在灵里面也经历了 我们因为信主 我们有了喜乐 因为信耶稣 所以得到赦免拯救 生命充满了喜乐 然后看到平安 这里平安通过打仗 通过得胜脱离这个儿 而得胜的 在属灵上 我们也经历耶稣基督 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 耶稣从死里复活 得胜的那个长死权 败坏的长死权的那个魔鬼 你看见我们就这样 我们也得胜了 我们自由 我们享受平安 这些都是应许 以色列人还没有经历到的 我们在属灵的里面经历到的 因为当耶稣来的时候 他们拒绝了耶稣 但是我们却得到了 你看神的话就告诉我们 不是停留在黑暗 我们再次经历神的光 在我们的当中 所以耶稣来带给我们这些事情 然后到了第六章 九章第六第七节 他就介绍这个米赛亚是谁了 我们很熟悉的第六第七节 因为每一年的圣诞节 我们都读 虽然现在离开圣诞节很很远 我们读一读九章第六到第七节 应有意因海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挣钱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挣钱与平安必加征无穷 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之到永远 万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两件事这两句话 是介绍米赛亚是谁 而且在主耶稣降生的七百年前所讲的 如果你单单研究这两句话 然后对照耶稣所做的一切 你不得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 耶稣是神的儿子 一个很奇妙的议员 讲得很准确 但事实上都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里提到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为什么要提婴孩 为什么要提儿子 这是两个不同 婴孩是人 儿子是神性 婴孩是指耶稣的人性 耶稣基督神成为人 降生 基督同真理身在世界上 儿子是指到父 圣父跟圣子的关系 是指到神性 很奇妙的都在这两节的圣经里面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解 不然的话你连十点的巴士也搭不到 我们就暂停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鼓励弟兄姐妹 我们在这边上课 的好处就是你会感觉很舒服 你不是在四楼五楼 齐聚一堂 那我们还有一些的空位 你可以继续的请朋友 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要追求的 继续来上课 一同在主里面得到旧 虽然这里比较远一点 刚才我跟那个姐妹谈话 她说她从三八旺来的 从三八旺大地铁到City Hall 从City Hall到地铁 然后来到 来到这个Tanamera 再从Tanamera大二号 来到这个地方 感谢上帝他来的时候 还是人的样子 没有不成人形 但是你想回去的时候 也是一段路 我说是的 我们付一点的代价 追求明白神的话 神的话是为了帮助 那么你们住在附近的 要感谢上帝 住在远的 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平安地路回家 好 我们祷告 主 我们谢谢你 今天晚上 用你的话教导我们 我们都是 在黑暗中的人 但因为主的道 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我们有亮光 我们感谢主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 都是主你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谢谢你 你怎样实在十字架上 带给我们赦罪的平安 你怎样从十里复活 使我们能够面对 明天的一切 我们感谢你 继续赐福弟兄姐妹 回家的路 愿主赐我们平安 引导我们 祷告感谢 奉主圣命而求 Amen